哪里有货了 哪里就有小村了 今天是我挑战猪战脚跑货拉拉的第五天了啊 我现在又回到了我昨天中午的那个地方 就是深圳宝安的一个深夜U中心工业区这里 这一边的话全部都是货拉拉的车 这里有一台是小面包车 小货车面包车 然后那里还有好几台4米2的车 赚不赚钱无所谓啊 先把肚子填饱店 打开盒饭的时候 我突然看到里面有一个鸡蛋 这时候我才突然想起我老婆昨天跟我说 今天是我生日 还特意叮嘱我买一个鸡蛋吃 当我看到盒饭里面的鸡蛋的时候 心里面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滋味 我真的是千想万想 就没想到我30岁的生日是这样子过的 我跟这个兄弟两个人一起蹲在马路边 开心的吃着饭 他啃着一个鸭腿 我啃着一个鸡腿 我啃着一个鸡腿 我想大概成人人的快乐就在这一瞬间吧 吃完饭后 我突然收到我老婆给我发一条微信 他这样跟我说的 生日快乐 今年的生日愿望是什么 我看到生日愿望这几个字 我突然认了一下 对呀 我今年30岁的生日 我的愿望到底是什么 在三秒之后 我立马就反应过来了 一个30岁的男人能有什么宏大的愿望呢 无非就是家人身体健康 孩子健健康的长大 自己的话多赚点钱 能够把家庭的责任承担起来 我想这也是每一个男人30岁的愿望吧 兄弟们 你还记得你30岁的愿望是什么吗 饭也吃完了 垃圾带走啊 不管去哪里 咱们该搞的卫生还要搞好 不然的话就把咱们司机的名声搞臭了 早上到现在的话 也不是说没有单的 其实是有很多单的 但是这些单的话都是6070块钱的 我现在只有唯一一个念想 就是让我抢到一架离开深圳的单 这么一个小小的卡板货 拍个照片 装货的时候有多开心 卸货的时候就有多难备 现在到了这边 他说需要用含掉 里面没有叉车 还需要我把后面两个栏杆给拆了 最后没办法 只能是拆了 不然的话确实卸不下来 卸完货赶紧花了我七七五十分钟 把栏杆给装好 因为我来卸货的时候发现 这附近有一个免费这核酸的地方 赶紧去把喉咙给捅了先 果然不出我所料啊 免费的东西 必须要付出点时间了 不过也没关系 虽然咱不想花钱呢 好了核酸也做完了 接下来咱们就安心的接单了 我现在在的位置的话是在龙杆的这边这个牛 胡老二新村这里 这边距离东莞那边的话 近的话可能五公里都不到 希望我能搞到一张去东莞的单 庄严已经是晚上的六点十四分了 正好我停车了 这边的话有一个沙县大酒店咱们下去吃沙县去 今天忙忙碌碌 目前的话只干了一单 说实在话心里面还是有挺多不甘的 但是也一直秉着既来之则安之的心理 安慰自己 我相信吃完饭一定能搞到单的 哎呀 饭也吃完了 准备开始今天晚上的夜班了啊 七点多吃完饭 一直在龙华附近那里等 等到没单了 然后就放空了将近五公里 去到东莞的堂下那边 结果一到堂下将近十点钟左右 就接到了一单 又是吊砖模具的 结果不出意外 我又踩顶了 刚刚绑好的顶 今天连续踩了两次 都是拿了这种模具 为了赚点钱真的是太不容易了 开高栏车 我本以为到了这边就直接可以卸了 谁知道在路上一路的颠簸 加上有一些车不按照交通行驶 导致我踩了几个急刹 两个模板平时装的好好的 结果一个往前滑了 不过好在老板也挺好说话的 也没说什么 直接叫师傅过来 也不就想办法 把他也插出来了 卸完货就赶紧在附近找个加油站 起诉一下 顺便也冲一个找 目前我现在是在东莞这边 期待一下我明天在东莞能跑多跑流水 兄弟们给小春点个赞